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,一群入侵者闯入了男人的地盘,他们想将这个世外桃源斩为基因,但哪里有那么简单,他们触发了比尔设下的机关,喷火枪瞬间将其中的入侵者成员烧着,法兰克被动静吵醒,他赶紧起床查看情况,发现比尔和入侵者展开激烈的战斗,法兰克赶紧拿起手枪,然后冲出房子帮助比尔,但他冲出来,仍正在战斗的比尔焚心,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,但幸运的是,入侵者被火枪陷阱全部烧 这时比尔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,赶紧交代了后事,说全部钥匙都在床底下放着,叫法兰克赶紧联络乔尔他们过来,说他今后一个人在这里不安全,但法兰克并没有放弃救他,他用高度酒消毒为他取子弹,这也见证了两人的至真爱情,镜头一转来到十年后,法兰克一坐在轮椅上,他患上了癌症,已经无法走动,生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,他每天都要靠吃药度人,而且晚上都睡不着觉,毕竟岁月不饶人,法兰克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,现在活着也是一种 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,法兰克希望比尔能和自己办一场体面的婚礼,然后把药倒进自己的酒里,结束自己的一生,比尔哭着说他做不到,但最终同意了爱人的要求,两人一起穿上精致的西装,他们在为彼此戴上了结婚戒指,举行一场体面又一夜的婚礼,吃完最后一顿晚餐后,比尔倒出两杯红酒,把毒药放进其中一杯,搅拌一下分给了法兰克,法兰克拿起红酒一眼而尽,事后他们说起了告别的话,但两人早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比尔从来没有打算一个人独活, 最终两人在昏暗的灯光中,走到了生命的尽头,时隔三个月,乔尔带着一个女孩逃亡,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这里,打算在这里索求一些物资,但他叫了几声都没人回应,乔尔只能输入密码打开门,曾经充满活力的桃园,此刻却遍地荒野,杂草弥漫,乔尔顿时感觉到了什么,他警惕着拿着武器走进房子查看,里面没有人,桌子上的食物早已发霉变质,这表明他们已经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,这是爱丽发现了一封比尔留下的信 这信正是留给乔尔的,上面还有一把车钥匙,比尔还在信中留下了地宝的密码,把所有的武器都留给了他们,希望乔尔能保护好他们最好的朋友,泰斯,信中的内容让乔尔瞬间破防,因为泰斯为了保护他们撤离,早已和丧尸同归于尽,当年在这个院子里,享受美食的四个人,如今只剩下他一人还活着,乔尔心里此时无畏杂陈,他没有保护好每一个要保护的人,但乔尔并没有打算留在这里狗活着,也许对乔尔来说,现在唯一活着的意义,就是带着老 朋友的意志去完成自我救赎,他来到车库检查一下比尔的车,然后来到密宝挑一些武器,拿一些生活用品和食物,顺便还写了一个热水档,然后开上比尔的雪夫来S10,最后两人还是毫不犹豫地走出桃园,奔向未知的未来,对这段爱情大家怎么看?